好了,今集就教大家扭花仔啦! 大家好,我是Vex,今集就教大家扭手持小花,首先准备一个260的气球,波尾长度大概留2个拳头位多些,好像这样,好了,接着就在波嘴那里开始扭的,接着就在波嘴那里开始扭啦, 首先扭一个屈甘香结,拿一个右手的食纸塞进去波的中间位置那里,如果未学过屈甘香结的朋友呢,可以看各颗头右上角这个资讯卡的,好了,继续啦! 接着呢,接着呢,接着呢,就扭两至三下,这次呢,那个结点呢,不要放手住的,因为我会用一个环节呢,去压实它的,那大概呢,扭一个五个手指位的环节啦,那扭之前呢,按一按松的波啦, 然后,然后在这里扭一下,接着就将扭上那个结点呢,上回来那个屈甘香结的结点那里,左手握住了之后,扭两至三下,跟着才放手,那呢,大概呢,做出来呢,就好像这样啦。 1个屈甘香茄,1个环节,如果这样量的话大概3个手指位 好了,接着会做多2个环节,即是总共做3个环节 一样量5个手指位,接着按松它 接着做一个环节,将这个茄点留下来屈甘香茄的茄点 好了,做完出来就像这样了,第2个环节 好,做第3个环节了,一样不同的茄点,放松它之后就在相应的位置扭一下 好了,接着扭一下,大概上面就会像这样了,3个环节,1个环节在顶上 如果有时候香茄不是中间,你可以扭一下旁边,令到它去中间的孔子 肚瓷位去中间的,那就更漂亮了 好了,后面就剩下这么多,再剩下一些环节的,好像这样 这样,接着下来就会在波尾那里弹2-3下,好像扭狗仔那样 大概在最后这个部分的一个拳头位置扭一下,好像这样 这样,接着我会将这个部分全部去到尾巴那里的,好像扭狗仔尾的方法 一切,全部去到后面就OK了 现在基本上整个造型就完成了,做一点点调整 如果好像我这么漂亮就不用做了,这个很漂亮的手持小花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一个很漂亮的手持小花了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,就记得赞好和订阅 订阅载旁边那里有个小铃铛,按着了之后就会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订阅是不用付钱的,下集见,拜拜 拜拜 拜拜